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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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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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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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对于世间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 李宗盛 他 李宗盛 他有分别 他 李宗盛 他 李宗盛 大雄大利 但是你新闻一打开 外边是什么大马路 大马路 昨天我们听了那个 王欣录讲的叫做虚邪 随风 你打开的都是那些污染的空气 你打开怎么样 进来都是那粉尘 PM2.5那个值 非常高 那个尾这个汽车轮胎的废气 那你能打开吗 赶紧关上了 对不对 你打开房间 你不打开就好 你打开房间里通通是废气 那如果对着一片清净的山林怎么样 你打开南风来袭 满雾飘香 桂花的香味啊 什么这个流泉水的味道 都会到你的房间来 你打开怎么样 满世清香 你愿意打开这个窗户 这个山林 清净的山林就代表极乐的净土 阿弥陀佛的清净功德 那我们向阿弥陀敞开我们的心扉 很自然的 我们很欢迎 一打开以后 那么佛的真实来到我们的心中 那么这个大街上代表 五周式的众生 你对他打开怎么打开呢 你一定关上的 你不会打开的 所以我们遇到众生 和众生打击到遇到别人就是 好一点的 我害人之心不可有 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要防止人家 有个门就关上了 就不能做到坦诚相待 真心相处 对不对 很自然的道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怨生极乐 这个心是可以真实的 那同时也要说到 有的人呢 他一开始是假的 也欢迎 因为阿弥陀佛是真的 就是我们即使在世间 再让一个真心 因为你对境是假的 所以这个上一节说到了 三界是虚假相 污染相 颠倒相 破坏相 轮回相 无穷相 那么你真心对待这样的世界 你装进来的 像是窗户打开 还是那些染污的空气 你仍然最后的结局还是假的 因为世界是虚假的 那我们哪怕是假心对着佛 慢慢的变为真心了 从假变成 因为佛是真的 他又感染我们 同化我们 让我们假码的讲 不好意思 您都讲往生 我也阿弥陀佛念一句 慢慢他就成为真的了 这个就是佛的真实 能感染我们 这很好 靠佛的愿力 下一节我们来看 信乐之意 至心就是真成心 要真要成 往生极乐要真的 这个是不是真的 你就不要问我了 师父 你看我往生极乐世界 是真的吗 这个我看不出来 我拿鲜明借卡 这个给你自己看 你往生极乐是不是真的 我得问你 你自己问自己 信乐 一 信与乐 先把它分成两个字来解释 信者不宜 乐者什么乐呢 罪即得救 称名必生 信而有乐 一个造罪的人 万恋纷飞的人 业障深重的人 万修万不成的人 他居然念佛 一定往生 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 高兴不高兴 高兴 对呀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就高兴了 但是呢 之所以回答 腾腾吐吐吐 还在来怀疑 这样真的就能往生吗 你真的相信 你就真的高兴了 所以信而有乐 你就快乐 喜乐 就怀疑 哎呀 像我这样的人 也能往生吗 只怕不行吧 那你怎么样 眉头就发皱了 心里就发紧了 你就不喜悦了 你就不快乐了 所以 没有信心 就没有喜乐 这个乐啊 可以两种读法 一个读好药的药 一个读呢 安乐的乐 那么成就文里面说 信心欢喜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读乐字 也很相应的 所以 至心 信乐 真的相信 弥陀的救度 我这样的人 可以去往生 那内心才会有 这样的喜乐 永生出来 像我们 专修 善道大师 净土法门的 专门听门 这个法门的 知道 专门听那个 念佛往生一定的 听法 有人不一样 有的人跑的地方 他专门听那个 往生不一定的 这样不能往生 他就愿意去听 你说你何苦来着呢 你想求生极乐世界 专门找那个听了 哎呀 告诉你 今天我也学了一个法 我昨天学了107个法 今天学108元版了 是什么法 哎呀 如果你这样这样 这样是不能往生的 他也学了一个 不能往生的法 这怎么搞的事情 这个 这都是障碍 这样能够快乐吗 没有快乐 众生态 到苏婆世界来考察 众生的状态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 接触的人更多 看看自己 看看别人 看看别人 看看自己 哎呀 这个苏婆世界 真的叫做 堪忍世界 苏婆的众生 真的是堪忍众生 不往生 还有什么意思 跟他们混 也就稍微混一混 你就走了吧 实在陪不起 陪不起只有多 二 信之功德 信对学佛是很重要 不论是圣道门 还是净土门 华阳经理说 信为道远功德母 长养一切诸善根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是不是很好啊 信啊 是道就是 无上菩提道的来源 根源 以此为发源 没有信心 无上菩提道 就不可能有源头的 是无上功德的母亲 有母亲才有子女 有信才可以功德出生 母出生子 信出生功德 一切功德从这里来 长是生长 养是养育 一切的善根 都要靠信心来 生长和养育 所以你看这个信度 那么重要 如果没有信心 善根不能成就 有点点是善 马上也就死了 枯萎了 因为没有吃饭 没有信心来掌养它 从初入门到成菩提 道远功德母 成始成终 都需要有信 所以信 是最初入门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累积六度万恨 集聚福德跟智慧 到最后成就不提 成始成终的要件 就必不可少的条件 那么信是怎么定义的呢 我们佛门所讲的信 跟一般世俗所讲的信 也就是所谓的人意 理智信 这个五常理人的信 是大大的不同的 世间讲的信 那还是在佛门来看 太浅了 世间讲的信 也就是所谓的守信用 见约 有约必见 信守不二 这里面也有故事 说有一个人 名作忘记了 他约好了跟别人说 拜了兄弟 说几年以后 我就来看你 哪一天 我来看你 过了几年 过去也不像现在 可能发个email之类的 可是写封信都没有 邮件也不通 过了多少年 他们是赶考认识的 到那天 某某人在家里边 备酒备菜 他们说你干什么 他说几年前 我约好了 我朋友今天他来吃饭 他来看我 看我老母亲 没见过他母亲 他说要来看我老母亲 他说几年前 都多长时间了 人家说一句话 你就那么相信 都过了多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要那么认真 他不肯定会来的 有信用的 在做酒做菜 没到中午 真说的时候 他朋友来了 这就是信用 这也是信用 就说这两个人都有信用 不能说做饭的时候 哎呀 说好几年了 谁知道来不来 我也不准备饭 你看他也照准备 他照来 准时到来 那还有一件例子 这个故事也是说一个人 这个故事你们记得是谁吗 他出去带了一把宝剑 后来把剑挂在坟头上 他经过宝剑的时候 那个人就有个人看中他的宝剑 看宝剑在他心里面 他这个宝剑是他初始的一个信物 他不能把这宝剑送给这个朋友 因为他代表他初始的身份 代表信物 所以他心里想 等我完成初始的任务之后 我回来就要把这个宝剑送给这位朋友 他心里这样想着 他就初始了 那回来路过的时候 他的朋友已经死掉了 但是他还是把宝剑遮下来 挂在他的坟头上 一个树旁边 人家说 某某人家干嘛宝剑放这里 他说我已经在心里面 答应送给他 他都死了 他都死掉了 我还没有死 我心里是知道的 那么我已经答应给 他即使死了 我也要守我的信用 把宝剑送给他 这都是很好的品质 不过呢 这个还是一般的 信用 佛法里面的信 那内容就广大了 那就是你看看佛法讲的信 那本质就丰富 圆满 在玄奘大师 《五一神论》里面这样说的 于什么叫信 由这三句十二个字来解释 于实德能 深忍乐欲 心尽伪性 对于实是真实的 德是具有功德的 人是具有那种功能利用的 这实德能是三个字 代表它三种的状况和特点 对于真实具有功德 和功能利用的 深忍乐欲 深深的认可 忍就是认可 信孙信寿 叫深忍 好要 希望追求它 欲就是要得到 心尽为信 它的本质是清净的 内心是清净为信的 这个需要稍微的解释 什么是真实的呢 什么是有功德的呢 什么是 能够离苦得乐 只有这样功能的呢 对这些 要深深的相信 而且喜好去追求 这个就是佛门讲的信 那这里呢 一般的圣道门来讲 就是所谓的四地法门 苦及灭道 苦及灭道 佛所讲的是真理 苦 就六道轮回是苦的 那么六道轮回的 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种种的烦恼 所聚集 贪生吃所造成的 这疾 那么贪生吃烦恼的 积灭 这就是涅槃的 这真实的安乐的 那这样的极灭 是要通过修行八正道的法门 才可以达到的境界 所以叫苦及灭道 这样的苦及灭道的 真理是真实的 它这样的教法呢 是能够出身 出离 离苦得乐的功德的 按照如实的修行 一定有功德的产生 同时呢 它有这样的功能 能让我们离苦得乐 对这个要相信 所以在圣道门里面来讲 所谓的性就是性 苦及灭道 四地法 性十二一缘法 性三学六度 这些佛法 这就是性 佛所讲的是真语者 真实的 佛所说的教法 是寒藏无量功德的 佛所说的教法 如实行持 是决定的 让我们离苦得乐的 是有这样功能利用的 不虚假的 这叫实德能 那么能够深深的相信 不是怀疑说 真的能行吗 真的有功德吗 真的可以吗 不是的 深人 深深的认可 内心啊 领纳 发起真实的愿求之心 要追求它 生人乐愈 那么这样呢 和清静是相应的 佛法所引导的去向 都引导于清静解脱 不染物的 世界的东西你相信了 会相信 但是会染物 你比如说有人去抄股票 他不相信吗 他不是深人乐愈吗 哎呀 我真的相信这股票会涨 我得又要追求它 怎么样 染物的心 贪财 啪 然后呢 股票跌了 在那子 股票跌下来了 它也跌下来了 不过股票跌下来了 是从多少点 跌到多少点 它要从多少楼 跌到多少楼 那麻烦了 就不好了 所以心静为信 就是佛法的信啊 它有一个本质 就是心是向着解脱的方向 去喜好 去盼望 而修行四地十二因缘 六度八正道等 不是为了五欲 也不是希望下一辈子 享受人天的果报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种信就有了污染了 所以对世间的事情啊 即使你信 这个它不是清净的 是染物的 那么对着佛法的呢 这就是清净的 比如我们信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的世间 我们信母张三李四也是信 信佛也是信 那信佛怎么样 心静为信 信南无阿弥陀佛 这让我们 引导我们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的 所以叫清净的信心 信心清净者化开及见佛 若有尽性诸善男子 诸善女人等 所以尽性 清净的信心 那有人叫清净心 你只要信佛 你只要怨生极乐 它的本体就是清净的 它的方向 它的结局 也都是清净的 所以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 只是在心中说呀 我心里边少一些妄想 这个就比较清净 这个是向上的 体上 如果不是一念佛 以佛法为本质的话 那是不清净的 你不要打太极拳 有人打坐 有的外道的修行 他也可以心里边减少一些杂念 但这个不是心静为信 未必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佛法所讲的性 也叫做净性 清净的信心 这清净两个字 我实在难以表达 难以说明它 也只能用八个字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我们每个人 也尽量地意会它 文字 往往也有加持的功效 像看见清净 平等 光明 极灭 这词看之后 心中都舒服 反面的我就不讲了 所信的对象是真实的 有功德的 能够把苦于乐 离苦得乐的 能够成就菩提的 这就是佛教通途教理 对信的定义 那么我们净土们的信是什么呢 下面列了六点 第一 是信受弥陀救度 当然这个跟圣道门 通途的定义 也不矛盾的 不过呢 我们是聚焦在 阿弥陀佛救度这一方面 以弥陀救度 真实不真实 真实的 而且唯有这个 对我们才是真实的 弥陀救度 具足不具足功德 而且具足万德 不是一般的功德 弥陀救度 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利用 有 而且是万能 所以万德万能 真实名号 这叫实德能 真实万德万能的名号 与实德能 怎么样 生人乐欲 我们深深的认可 深深的肯定 深深的领受 相信 阿弥陀佛救度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万德万能的 而且呢 号要追求 这样呢 就是我们净土门所讲的信 能够让我们 离开缩坡 往生净土成佛 那这样我们的目标 就是向往净土的 心净为信 那好不用说了 我们追求的就是净土 称念的也是清净的名号 所谓的真 以圣道门来讲 就是苦积灭道 四圣地 十二亿元 六度万恨 到了净土法门 就独有弥陀才是真 当然那些在佛法里边 都是真的 只是我们的心 跟它不相应 根基 不然如实地修行 所以真的 来到我们这里 也成了假的 就是你 它的功能 发挥不了作用 它的功德不能出生 那么我们这样的信 就是观念上的多 可是六字名号 就不一样了 它的实 德 能 在凡夫的 这个心地 都可以发挥作用 所以唯有弥陀才是真 也就是说 事件虚假 唯佛是真 那我们净土宗 这苦积灭道 四地也可以来理解它 比如说 我们说六道轮回是苦 这就是苦地 我们之所以六道轮回 是因为有无名 贪嗔痴的烦恼 这就是极地 而极乐世界呢 是无为的涅槃境界 往生的诸苦熄灭 所以是灭 极乐世界就是灭 那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就要专称弥陀佛名 也就是道 这个道 同意念佛 无别道 唯有念佛这一道 因为这六字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的八道船 也是八正道 八正道统一为六字名号 让我们来称念它 龙树菩萨一心评里边 他就说了 趁笛八道船 能渡南渡海 我们衬托阿弥陀佛 八正道所修行的 这个大院船 就能够渡过 难以渡过的生死大海 生死大海靠我们自己修行八正道 那我们过不去的 所以农树菩萨说得非常好 他把一行道说是衬船的法门 那到底什么船 在弥陀 这个一行当时就说了 衬笛八道船 能渡南渡海 所以我们净土门的信 就是信受弥陀救度 信唯有弥陀是真实的 信唯有弥陀的六字鸿鸣 真的是万德万行的结晶 信受弥陀救度 专称弥陀佛名 就能够往生弥陀的涅槃净土 这是一 第二 信法藏成佛的事实 如果不信受弥陀救度 在净土门里面信还没升华 信受弥陀救才升华的 信法藏成佛的事实 所谓的信 它是一事实 净土门的信是一法藏成佛的事实 作为信的内容 信必义他 非他不信 所谓的信是依靠外在的一个事实 来起信的 没有外在这种事实 你怎么能够起了信心呢 所以信是信那个已经存在的 客观的 如实的一个存在 成为我们的信心 所以这个信啊 它一定呢 是要有一个内容的 那我们净土门的信是什么 就是以法藏成佛的事实 作为我们信心的内容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内心自行产生的 必须要依靠外在 也就是以外在的客观的事实 作为我们内在的信心 这样的话 信心是很简单很自然的 比如说你饿了 渴了 给你一杯水就有信心了 饿了 给你一碗饭就有信心了 穷了 我给你一把钞票 你就有信心了 走不动路了 给你开一部车来 你不就有信心了 因为这个是很自然的 难道说 哎呀 我走不动路了 你开了这么好一个车来 我怎么能骑信心啊 那还要怎么骑信心 不自然就有信心了嘛 说我饿得要死了 拿了一个地瓜来 我怎么有信心啊 这样就是错了 拿了地瓜来 自然就有信心了 就饿不死了 就可以吃了 所以信 它是个自自然然的 不必假接任何的方法 任何的造作 我们如实地去领那 肯定客观的事实 它就成为我们的信心 请问各位 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 成佛了 对呀 我告诉各位 我这是一只帽子 大家相信吗 相信 你会不会问说 我怎么相信你 那是一只帽子呢 这是一只帽子 就是一只帽子呗 没有什么怎么相信 不怎么相信的 这是事实 你领那它就成为信心 阿弥陀佛成佛了 再问 阿弥陀佛是为我们发愿成佛的 是不是这样 是 你相不相信 相信 阿弥陀佛成佛了 他四十八愿就成就了 你相不相信 相信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了 第十八愿念佛往生就成就了 你信不信 相信 你相信四十八愿救不救你 救我 那救你 那你念佛就能往生 你信不信 信 就这样不就能往生了嘛 你信了不就快乐了嘛 今天我在法师那里相信了 回头就不相信了 那怎么搞的 这个是个事实 是不改变的 难道你回头阿弥陀佛就不为你成佛了 难道阿弥陀佛在这个教室里边 在法师的口下才被你发愿成佛的吗 他这个誓愿一旦发就永不改变 他的修行成就是永不改变的 不会改变的 所以要如实地相信 这一信就永信 并不说 你看我多么的虔诚 我信阿弥陀佛信得多好 我的一信以后永不信 就永信了 一信永信不正常的吗 有一个法师叫永信 这个名字很好 永远的相信 不要改变 一信就永信 永信到底 这不也很好吗 其实这个法名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永信 永跃 永行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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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信心的来源 我们信心 不是自己心里面造作的 有人说 这样的心 那样的信心 到这样的程度 那样的程度 都是在那里 用语言障碍了大家的 一个心 其实信心并没那么复杂 就是很简单 以法藏成佛的事实 所以上海大人就说 是我得佛 若成佛是放众生 称我名号下至师生 若不生者不取证觉 这是他应急的誓愿 然后底下说 比佛尽献再是成佛 这是个事实 当之本事 众愿不虚 就信这个事实 众生称恋 必得往生 自然成为我们的信心 我们信心来源 是来源于 阿弥陀佛的成佛 他说 是我得佛 十方众生 你置信信乐 所以我们上次说到 以果地觉 为因地心 以阿弥陀佛果上成为的 佛号 名 果地的觉悟 正觉 而呼唤我们 撞击我们 感动我们 感染了我们 说 是我得佛 十方众生 你置信信乐 那我们这个 志信也好 信乐也好 欲生也好 它的来源 不是来自于我们 自己说 我发起虔诚的心 你看我对佛 怎么怎么的好 不是的 是佛要救你 那么这样的 果地觉 成为我们 因地心 成为因地的信心 这是第二点 我们是信 法藏 成佛的事实 好 我们这节课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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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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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